大家好 我是Mills 今天跟大家分享關於人像攝影的測光問題 在之前的影片我看到有些朋友問到關於一些測光模式的問題 我想在我大概二十年前左右 我拍照基本上都只是適用光圈先決 就是給相機去幫我做測光 拍照 拍風景 街拍 到處拍路牌 什麼都拍的 我以前都是有經歷過這件事 自己周圍去拍 那時候基本上我都沒有用過Manual mode 在二十多年前我自己拍照的時候 我都是用一些自動的測光模式 我相信相機的測光 它是說多少就多少 自己間中調整一下EV 坦白說我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用半自動模式去拍照 可以說我一用閃光燈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是全手動 然後就進展到就算不是用閃光燈 我都是手動 今天就是分享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不用閃光燈都選擇手動 例如我拍婚禮 應該是最快的 就是電腦 我對不同的位置一定比我快 的確是的 因為我不想相機的電腦時光時暗時光時暗 因為就算在一個暗位也好 它都會有一點微調 會影響到我回家照片去做一些調整的時候 會變成有點麻煩 如果整輯照片一起 是那個空間那個範圍的曝光是一致的話 我就不會去半自動讓它動來動去 我會鎖定了它 所以我都是用MO的 分享一下一些基本的測光模式 因為在我以前拍照的時候 Sony的相機都未發展到今天這麼厲害 一般的測光模式都是基本三種 它是比較多的 但不要說太複雜 基本的三種 因為太複雜坦白說 我都沒有逐個去試 所以我都不夠膽去 就是這樣跟門弄虎分享 因為真的不是自己非常熟悉的東西 我自己不是經常用 但是對於一些初學者來說 都可以給到一點點意見大家 一般來說 那個測光模式我分為一個標準的 它就叫Multi 它叫Multi 你幻想一下 你的相機的框框裡面 就是有這麼大的範圍 就當這個整個白色的畫面 就是一個整體的一個範圍 這個中間一點 但是其實這裡都分為一塊 兩塊 三塊 四塊 你當它是不同的鬆 其實每一個部分的光暗都可以不同 例如這邊有太陽 這邊有太陽 這邊有烏雲 這邊有海 這邊有石頭 山 人物之類的東西 你會發覺其實不同的位置 那個曝光可能不一樣 可能這邊是天的 就是上高是天的 那你上面和下面的光都一定不一樣 當一般剛剛接觸攝影的朋友來說 不是很分得到光暗的 不是說它完全分別不了 就是你晚上回家開燈你就覺得光 關了燈你就覺得暗 就是說要去到這麼極端 你才能分得到光暗 在攝影上是不容許你這樣 因為攝影上面光一點暗一點 那個分別已經很大 所以給相機去測光 它就會懂得分 光了一點暗了一點 所以這個所謂的平衡測光 就是平均去幫你檢查不同的位置 而它拿一個平均數給你 第二種模式就是叫做重點測光 Center 因為它的寫法有點不同 你幻想一下這裡是一個中心點 然後它會集中在偏中間這些範圍 這些不理了 即是說集中在中間的話 一般我們平時拍照 我們都會把重點主角 你要拍的物件 人都會重點在這裡 不需要平衡後面 即是說如果前面這個人不夠光的話 寧願給多點光的人 都不需要特別平衡背景 後面要爆就有它爆 明白嗎 即是說它的重點就會偏在接近中間的位置 中間的範圍是你的主角的時候 你的範圍也大 當然你的範圍 即是你的人起碼可能拍到大半身 它就知道你重點就是前面這個人 你後面的一些樹葉也好 風景也好 就變成次要了 它不理會後面到底是怎樣 重點在中間的大範圍這裡 它就不判斷四個角那邊的東西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重點測光 其實一般來說 以前我用的都是用這個模式最多的 用這個模式最多的 剛才說的平均平衡那個 我是接近沒有什麼用過的 第三個 其實我覺得第三個是比較延遲的 第三個就是點測光 就是你畫面中間那一點 平時如果你的相機有一個對焦點 對焦點在左右可以移動的 這個其實不關事 這個真的是對焦 測光那一點一定是在你那個相機 那個光景窗裡面的正中 如果你要點的東西在旁邊 你就要移向旁邊的位置 總之就是一定要正中間那一點 這個就是點測光 點測光一般來說 就是它很重點在正中間 相比起剛才那個重點測光 重點的測光範圍是大很多的 是闊很多的 但是這個是中間的一點 就是例如如果你拍一些 當你去公園 或者你去拍一些湖水 湖水上高有隻白色的天鑼 在游過 有些漣漪 水上面也有些很強烈的光光 但是湖水本身就是深淡綠色 但是那隻天鑼是很白的 如果你平衡測光的話 你就會把旁邊的湖水是黑的 都拍到變光 那隻鵝就會爆了 你會發覺整體平均的話 是出事的 你一定要用點測光去測那隻天鑼 因為整隻都是白得很重要的 所以重點測光就可以測準某一個位置 所以點測光 通常都是給一些 簡單說所謂的 就是你對測光對判斷 有一定的知識 那就適合用了 有時候我們去到戶外的風景 見到就是天一半地一半 這裡又有個太陽的 然後又有些山 有些水 好像剛才那些Case 然後前面又有個人 如果我們用點測光的話 就可以很明確地測 到底太陽附近 你不要測過一點的太陽 太陽附近最光的位置到底是多少 去到那些山到底又是多少 那些山到底是白色鋪雪的雪山 還是好像去到黑山共和國那些山是黑色的呢 就是有很深的灰色的呢 然後地下到底它是熔岩 還是它地下是一些雪地 還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不同的物料不同的東西 所反射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變成整個畫面的光暗 你說整體給相機自動去判斷呢 其實如果你只拍風景 其實沒有說不行的 平衡測光 但是總會是偏暗了有些光了 有些暗了有些光了 有時候如果你真的要求高的時候 你一定要逐個位置去檢查 到底它們那個光是差了多少級 最光是多少 最光是多少 最暗到底是多少 跟著我們先去拿一個平均數 到底你的相機器應該去哪個位置 千萬不要有一種大攤的感覺 就是一定是包了所有東西 這個都是想分享的 就是我自己平時拍照 雖然我不是一個拍攝鏡的人 但是我拍攝鏡 加上人像實在是太多 佔大部份 所以在我自己去判斷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的腦子是有鬆系統的 這麼多年我拍攝人像 都有鬆系統的 因為我拍攝的人像 大部份都是在戶外 在戶外我都要兼顧風景 特別想分享的就是 我想告訴大家 不是所有細節都要拿回來才好看 有些東西我們是可以不要的 我覺得是一些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無需用什麼都拿出來 例如最高光 剛才我說的 你去測光測太陽 你測到太陽被你拿到多少細節出來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測光的時候 到底你要測哪些位置你覺得有用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當然現在很空泛 沒有一個實境可以告訴大家 但是必須要提醒大家 不是說所有最光的東西拿回來 最暗的東西拿回來 你那張照片就好看 所謂的dynamic range 你沒有dynamic的話 你那張作品就真的 很沒有一種生命力 所謂你越多層次 其實我就覺得很沒有層次 因為你什麼都有 什麼都這麼平均 這一張照片好看嗎 其實不是 所以怎樣為之好看 真的很過人 沒什麼所謂 但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貼士 提醒大家 如果給我的話 有些東西是可以有得它光些 好像我昨天在網上 就不小心看到 吳Sir的一條新的影片分享 就是講窗外面的一些風景 然後屋裡面的一些細節 如果給我的話 我覺得根本窗外面的東西 是不需要百分百保留的 我覺得甚至是真的保留到50% 這張照片應該是已經看上去自然的 因為我們人眼是一種感覺 我們已經有一個感受 光是從哪裡來的 有光和暗之分 這個才是真實的世界 我們盡可能就是還原這件事 因為我們肉眼的感受 大部分都是感受 而不是真真正正的眼看到 我們眼看到的東西 其實佔很少的% 大部分我們看的東西 其實是outfold 我們看五隻手指 其實我們永遠只看到一隻手指的其中一部分 只有一點點而已 我看這隻手指的手指甲 其他東西不是看不到的 是蒙了 但是為什麼不頭暈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腦有很多的記憶 有很多的幻想給我們 每一刻其實我們的腦 都是充滿很多幻想 例如我看大家這個鏡頭的時候 其他東西有哪一部分是清的 沒有的 但是這些是什麼來的 是我的記憶來的 所以你永遠都經常去用一些記憶 作為一個感受的時候 我們看照片 所有東西都要清 我們都要判斷一下到底有什麼是要 有什麼是可以散略的 大家要分清楚 我們要拿光暗出來 還是拿細節出來 拿重點出來 而不是黑了的位又要拿出來 光了的位又要壓下去 再下一種就是真的要外置的測光表 其實剛才我說相機裡面的點測光模式 其實跟我這個是一樣的 只不過我在這裡看出去那一點 那個範圍是更加窄 不要當是百分百 我對相機的認知 只能夠從我自己的經驗體會出來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執著 到底它是真還是不是真 又或者是差那幾多 明白的概念就夠了 以我的認知 相機那個Sport 當這麼大 當有這麼大 就是點測光的範圍 而我們去用這種專業的測光錶 它的Sport那一點是更加小的 就是更加精準 就是更加精準 point那一點 那個範圍 那個位置 它會 point得更加窄 如果你看Sport的話 它會說一度 就是那個角度 是小到只有一度 就是 point那裡 它就不會偏離 歪一點點 它就變得很準 是那一點 所以其實到底你需要有多精準 所以用這種去測 其實跟你用這個測 那個模式 可以說是一樣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 這麼需要這麼精準的話 你就真的需要去買一隻這些 學一下玩一下 剛才那種是一種反射式 就是我們跟相機一樣的 相機都是一種反射式的一個測光 就是我看出去那一點 而這一點 本身已經有一個光 可以反射回來 給相機判斷 所以這個是一個反射式的一個測光 但是如果我自己平時用閃光燈 就不是這一種 我就會用一個入射式的測光 就是說光照到我這個Lumen Sphere之後 它判斷到到底受到多少光 這個是入射式的測光 我用閃光燈 平時拍照我都會用這一種的測光 它這個Lumen Sphere這個球體 可以凸出來 也可以凸下去 凸出來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這個角度我都看到它 就是說它測光的範圍 可以來到我不同的角度都可以 如果我光是這個角度這樣進去的話 它都會測得到 但是當這個波波走進去之後 它受到的角度就窄很多 就是我這個位置入的光 它是測不到的 變成如果這個位置有閃光燈 它就測不到的 它只測到這個角度的閃光燈 變成測不同角度 這一點就重要了 例如你有用多幾支閃光燈的時候 我這個波波就要走進去 但如果你說我同時間要測一個平均數 所有閃光燈都要一起著 我又可以拿出來 這個平均數它最後又會在這裡顯示出來給你看 這幾種就真的很粗略 很粗略地說 因為我都真的不想門龍夫去講器材這方面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純粹體會和感受 反而今天的影片我想分享的 不是純粹想講這些功能 我相信這些功能 坊間實在很多很專業的朋友去分享 以及在坊間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學習 而我的確確已經很多年沒有去用這些測光的模式 很多時候慢慢演變就是憑自己的經驗感覺 所以很多時候有同學來上課的時候 都會問什麼叫做準確曝光 簡單說很多朋友會問 到底平時打燈的時候 到底怎樣才叫做救光 這個問題經常都會出現 我自己都深思一下 想想一下 我開始明白同學的問題存在在哪裏 接下來要分享的就是 簡單看一下一些以前我的作品的相簿 大家知道我現在就開始Fail Out Wedding 這個都是以前一些 Wedding的相簿 我都很多年沒有打開它來看看 這本相簿都被我側到殘殘地 這個角度應該看不到 其實在我以前的作品 很多時候都是帶著客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去遊走這個世界到處去拍照 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我的影流 所以無論你說人小小的 然後去捕捉風景也好 然後景和人拿一個平衡 甚至人物作為一個主角都好 我每一樣東西都會有 例如去沙漠之後 這裏就是北海道 這樣會好些 你會見到其實人物和風景 我都會同時間去兼顧 那什麽叫做測光準確 其實坦白說 哪裏有測光準確這件事 準不準確應該是你自己決定 例如這裏是冰島 周圍都是雪 這是一個大瀑布 這裏是冰河湖 不同類型的相片我真的拍不少 看看另外一本是什麽 我連自己製作的是什麽 我都不記得 看看這本是什麽 我自己很喜歡 第一張是牛油紙 第一版 這裏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Tascani Tascani 不懂讀 這裏是威尼斯 巴黎 巴黎 都是巴黎 意大利 你看到其實我 有風景的相片 亦都著重主角 每一個主角 每一個主角 到底他的面 到底角度 光線 所有東西 其實我都在著 看看還有什麽 愛丁堡 這裏是冰島 都是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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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不知道是什麽 都是冰島 威尼斯 威尼斯 這個案子 大家不知道 看不看得到 這個就是戶外 在窗上 跟著 亦都有風景 戶外的曝光 和室內的曝光 這個就是 剛好似 吳Sir 影片的問題 其實我都拍很多類似 外面其實曬得很厲害 曬得很厲害 我記得這張照片 那一早早 那一早早 我就是 六點鐘出去拍的 大約半夜 四點 三點多 化妝 跟著 早上六點 就出去拍照 大概拍到八點 多鐘 跟著 就回去酒店 拍這個位 跟著 其實在這個夏天的時間 歐洲 其實你去到十點多鐘 太陽已經在頭頂 所以室內的位置 其實光得很厲害 很厲害 你拿到室外 和室內要平衡的話 其實我在室內 一定要打閃光燈 即是拍人 拍人 如果你說不是拍人的話 其實你說用HDR也可以 不可以 有什麼不同的擦光模式 但拍人一定不可以 拍人的話 那個曝光對於人面的質感 皮膚質感 實在是太重要了 並不可以純粹用HDR的模式 可以拍得好個人 其實平時你用灰卡也好 沒有用任何的擦光模式 也好 其實我覺得套用在拍人上面 沒有一個是準確的 因為不同人的皮膚 其實絕對絕對 所以不可以用18%灰可以 測得到是正確的 所以在我的角度 沒有什麼是正確的 因為人面可以化妝 也可以用不同的色調 即是深淺的化妝品 也是每個人的皮膚有自己的特性 例如去柔一點的乾一點的 有些人有面毛的 有些人沒有面毛的 有些人毛孔很粗糙的 有些女生簡直是剝殼雞蛋的畫 所以我在上段影片已經說了 每個人的確是不可以用同一個模式去打燈 打燈模式已經不同了 何況那個所謂測光模式 測光模式 我應該這樣說 所謂測光就是說 到底你接受給多少光 下去臉上 我就想說這件事 下去臉上 我想套用一些我自己的理論 坦白說 因為我的腦 是憑我自己這種邏輯去判斷 所以我想分享這件事 千萬不要覺得這件事 到底是否公表 世界不是這樣說的 這個不是這樣說的 不需要你其他人怎麼說 我用這個模式 我就可以用在我的所有作品上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維 皮膚 大家當這樣 這個是面塵的皮膚 大家看不看到 會不會太光 希望看到 上高這條線 這個是一個面塵的皮膚 我在這裡畫一個粒陷 粒陷了下來 是放大了無數倍數的皮膚 的毛孔 你當是毛孔 因為其實人面上 絕對不會平滑到一點都沒有 只不過它可以很弱 這樣解釋 現在放大 面是會有粒陷的地方 這個是面塵 然後我再畫多一個 這個是中層 這個是 第一層 第一層 第二層 再是底層皮膚 不要理會 我們閃光燈拍不到 但是 面塵和中層 第一層和第二層 我們閃光燈是可以 滑下去的 我們閃光燈是可以接觸到的 一般來說 面塵 可以說 或者是一個面塵的高光反射 其實我們都要看某一些角度 才會看到高光反射 但我不是想說高光反射 我只是想說 如果一般我們擦光 是擦這一層 任何物料 包括人的皮膚 它都是擦這一層 到底夠光還是不夠光 但是 我們在說毛孔 如果他只是覺得 這個面塵的毛孔 這個位置 剛剛夠光 就是說 我們看這個人 這張照片 面的毛孔 每一個位置 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 人面 所有每一部分的細節 每一粒的毛孔 甚至每一個起伏 人面其實並不是平面 好像公仔那樣畫 人面是會有浮動的 例如那個主角 之前那晚睡得不好 眼睛就會腫 狀態不好 有些水腫又會腫 皮膚突然間敏感 突然間任何狀態都好 都會導致他當日不是最佳狀態 又或者甚至那個人本身 就是皮膚不是太理想 我們經常都要表層這麼多細節 你會發覺不好看 跟你拍一塊木頭不一樣 我給你一塊木頭 你很喜歡那塊木頭面層的所有細節 所有細節 所有細節 木紋 甚至那個位置好像焦了 那個感覺 所有細節你都很喜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拍人 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們拍人很多時候就是 希望將一些不夠好的東西隱藏 所以當這個叫做正確曝光 你如果加0.3 或者0.5EV的話 那個光可能是可以走到第二層 那這些所謂的好細節的位置 就會有些爆了 有些爆了 所以我們再接觸到的就再底層一點 那就是說整個皮膚本身就有些粒陷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將這個光線走到第二層的時候 它的皮膚就會變了平滑很多 就是說我們是散略了皮膚上面 有一些不好看的瑕疵 不要經常覺得只是化妝可以做到這件事 打閃光燈絕對絕對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閃光燈其實是包圍所有的一些陰影位 所以其實當我們將不同的改變 因為一次我講了那麼多的題目 這個都牽涉你用什麼的改變 當我們真的去增加光的EV下去的時候 它會令到皮膚更加平滑 所以我們平時如果相信這種測光錶也好 不要用你自己什麼測光錶用什麼都好 你用自然光用相機的測光錶去拍這個主角 你都會發現其實是未必是未必 不是說一定不行 是未必準確的 準確的意思是未必是你心目中想要的結果 所以大家執著在測光模式上 我覺得是有點不切實際的 但在你學習過程裡 你一定是要學習要用 和慢慢去理解 用你的方法去理解就夠了 我覺得攝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 解讀到給你自己聽 和最重要是你用到在你的作品上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永遠都只是相信這個相機 怎樣用它我就會準確 怎樣用它你就會準確 可以肯定拍人像這一方面 你都很難可以做到 輕易隨便做到你自己想要的結果 因為不可以說它每一次測光都不准 但就是因為按照不同人的面部輪廓 頭骨的輪廓 皮膚質地 太多東西可以令到整件事不一樣 所以從來從來都沒有曝光準確 就算我用閃光燈在Studio 然後拿一個測光錶 這樣測光也好 按了出來都可以是可以的 可以的意思是 應該這樣說 是適合心水 是不適合心水 不是你測光到底什麼叫準還是不準 而是這個人的皮膚質地 可能是會有一些偏差 可能經常都需要再加多0.3 0.5 你就會感覺皮膚開始質感回來了 所謂的質感就是不一定是面塵的東西 就剛才說了 你拍一塊木頭 你拍一塊木門 我們就是喜歡它面塵的那些瑕疵 喜歡它的質感 但是我們拍人 不是經常都要這麼多質感是好看的 尤其是我們拍女象 我們希望那一件事是遺美的 而不是純粹Documentary 拍一個老人家的皺紋 你拍皺紋 你當然是你喜歡那一種第一層 level1的質感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去拍一些遺美一點 我們希望皮膚好一點 可能你真的需要加EV 令到光再加多一點 它才叫做好看 所以說到這裏大家就會明白 甚麼是對還是不對 攝影師決定 不是相機決定 在相機的角度 相機其實是看不到顏色 相機其實由頭到尾只是判斷灰階 所以你拿一張灰卡去測光也好 你信它內置測光也好 點測光也好 重點測光也好 甚麼東西測光也好 不經過人的腦去判斷 其實這個是沒有意義的東西 就算今時今日拍RAW也好 你可以回到RAW再微調 怎樣微調都要靠你的腦 我當拍出來真的好像差一點 我都可以在RAW調 但如果你的腦產生不到那種感覺 你怎樣調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去學習需要的 但是繼續持續需要去增值的就是 你對我們拍人像的時候需要注意的東西 和拍風景和你一般的街拍找拍 又或者一般的攝影概念知識 能不能夠融匯貫通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一般在戶外拍照 我都會分用natural light 和ambient light Variable light 現場的光 可以是太陽光 可以是甚麼光 都可以 很多的反射光 其實 例如我有些是打閃光燈 然後有些是natural light 例如這個巴黎 natural light 其實很多時候 甚麼叫做正確準確呢 都要看你整張照片的感覺 很虛無 但是我很想說的 一般來說 都要說一般 一般 所謂的曝光正確 將人物大概是放在Zone 6 Zone 7左右 在我的經驗裏面 大概在這兩個位置 人是比較突出的 比較明顯的 人的皮膚本身就不是說白到很緊要 所以看你的照片到底是甚麼樣子 你的化妝到底是甚麼樣子 你的光線的當時的光線的分佈到底是甚麼樣子 但如果我們一般 所謂的曝光準確 拍出來 拍over一點點 大概是Zone 7左右的位置 Zone 6的話 通常就會在一些natural light 即是跟ambient 比較混在一起的時候 是叫做突顯些少 人物 所以大概人物放在6、7左右 是會比較正常的 例如這些 太陽是照正了整個人的 其實人物的曝光和背景 那個草地和後面的屋子是很接近的 人物有一點點下 我覺得問題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很明顯 整張照片的風景是佔最大的部分 人物是一個點絕 就是去襯托它 所以我們不是說要看得很清楚 人物的面部皮膚質感 在這方面 當你把比重放輕的時候 我們就會著重風景為主 但是當我拍攝人物是主角 重點的時候 我打燈就去決定了到底曝光 到底人物是處於Zone System裡面的哪個位置 但是以一般我自己的打燈模式概念 閃光燈一閃 人物就自動會在7左右的Zone裡面 所以其實當我打閃光燈 這個Zone System很容易控制 只要我肯定了背景到底我想拿多少 閃光燈一落 基本上都可以肯定人物就一定放在那個位置 所以用閃光燈很多時候都會令我更快 可以創造到這個平衡的畫面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用自然光的話 一般來說人物都會在Zone 6左右 你可以加多曝光 令到背景可能超過一點 就是承傳人物的皮膚 這些都是你拍照的時候可以選擇的 亦都是因為人物的皮膚質感和結果 而去決定到底你的Zone有沒有需要移動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裡面 可以帶給大家一點對於人像的一些測光模式 有些啟發 下次再談吧 大家好,我是Muse Chan 我是一位人像攝影師 在過去的20年 我到過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地區 進行拍攝和攝影教學工作 在Muse Chan Project Fundamentals網上課程裡面 大家將會學習得到人像攝影的基礎知識 概念和攝影技巧 即是說這個四分一會離開 好,試試看 新出來多一點點 新出來多一點點的時候 陰影 我亦都會跟大家講解一下Muse對光線的一些看法 概念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這個網上課程裡面 得到更多的啟發 我們在實體課再見 甚至於是我們的舞台 未來的節目 展示範圍 全部錄圍 進行 展示範圍 旅程中外展示範圍 字幕奉 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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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